大家好 今集瞬間看你們 我們一齊看看賀文田的地板工程 裝修Pro師傅總共會做五層的施工 首先用了12x38mm的螺絲 透過打釘的方式固定第一層的石木地板 為什麼不直接免貼地板呢 因為地台清拆之後會有很多細孔 所以這一層的石木地板用來墊底就很有用了 來到第二層 這個吸陣的正音層有兩面的方式呈現 朝下方可以吸走水氣 上方近地板的一面 就可以吸走震動的壓力 同時減低踩上的聲音 師傅會在MDF地板上面做多兩層保護 第三層主角終於出現了 師傅不再需要用膠水 是透過卡構式的方式鋪地板 大大減低了產生甲船VOC的釋放 師傅會即時在現場切割地板 能夠處理在地台不同的轉角位 那就不會浪費到這個瑞典MDF地板 也可以準確連接 來到第四層 師傅會在MDF木板上面 再造行保護 即是第四層師工 材質用了PP的壓力板去做保護 第五層 這個第五層的表面木板保護 地板在工程進行的時候 就不會繼續受壓 例如運送建材 又或者設置工作桌子的時候 都可以確保地板 不會造成任何的損壞 今集來到這裡 請繼續留意我們瞬間看地盤 請繼續留意我們